1994年 与妹妹两人组成团体 推出专辑唱片《走上演艺圈》 2000年从届流星花园偶像剧 一举从古灵精怪活泼的小女孩 转变成为让无数观众为之倾倒的甜美现象 如今 贵为偶像剧一姐的她 也逐步在电影占有一席之地 她 1998年同样也是以歌手身份出道 却以清新阳光的气质成为亚洲一线的戏剧小生 走红两岸三地 她 她们 一位是气质优雅 聪慧动人的大美女 一位是众多女生的标准男友与梦中情人 大S与何润东这对完美情侣的出现 吸引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 也加深了大家对泡沫之下这部剧的期待 处在事业要升级的大S 最近频频在各大影视作品电影墙当中表现抢眼 细路拓宽与日渐成熟的演技备受各界肯定 在亮眼沉寂的背后 大S付出多少努力与心血 还有哪些牺牲呢 而何润东Peter身兼歌手 演员 并首度跨足幕后担任戏剧制作人 多才多艺的他 出道前竟然还当过家教老师 连接卖过菜刀 而且还画着一首好漫画 今天两位连妹来到我们节目中 与大家聊聊拍戏工作背后最真实的喜怒哀乐花絮故事 以及合作过的大明星们如何从对手戏中 练就炉火澄清收放自如的演戏功力 马上就进入我们今天精彩的内容 完美情侣的泡沫之下 来 五 四 三 二 俊男美女的组合 这一次赏心悦目地一起合作了泡沫之下 一定又将再掀起这个亚洲荧幕新情侣的风潮 到底这对荧幕情侣私底下有没有来电呢 今天我们好好跟两位聊一聊 欢迎何润东 还有大S 嗨 韩瑞 你好 你好 欢迎欢迎 我们刚刚看到两位呢 一起坐在这里 又坐的距离比较远 通常会坐这样子远 私底下又这么熟的都是有问题 是 很有默契的人 是不是 因为他怕遮到我的光 我怕挡到他的衣服 是这样子吗 对 而且我不想离他太近 因为他皮肤太好 我又那么黑 感觉像他请个太劳在旁边帮他按摩 有 还要把他马两斤 对 其实感觉到 何润东一直都没有避嫌的告诉大家说 他很欣赏大S这样子的女孩子 然后这一次因为泡沫之下是何润东自己做制作人 所以难免就会让人家觉得说 哇 自己喜欢 然后当制作人又约人家合作新戏 是不是有别的企图 是不是有别的企图 大S有感觉到吗 就是拍戏的过程中 他有没有特别对你很关心啊 或是你在跟他合作的这个期间 有没有感觉到对这个人有一点动心 比朋友又多一点点其他的感觉 讲真的好像我觉得他真的很关心我 然后他对我就是真的非常的温柔 然后跟我讲话的语气也确实跟别人都不一样 然后他就是常常会在我化妆的时候来打招呼 然后就说 怎么样 今天怎么样 昨天有没有睡好啊就很关心 然后关心完就说 今天可不可以麻烦多加两个小时 然后我就说 好啊 没问题 你居然都开口了 那倒是真的 因为他的身份必须要转换在片场 一下子又是男主角 一下子又是制作人 你跟我们讲一下 因为我们不知道说一个戏剧的制作人 到底要做些什么事呢 好 那制作人呢 其实他就是把一个东西从零开始 就是你要去找剧本 整合 然后对 然后找资金 然后找导演 然后整个制作团队找演员 然后呢 再可能一起去看景 然后拍摄的时候 有什么大大小小的问题都要去解决 然后拍完呢 再去做后期的剪接 对 虽然其实就是从空气 变成现在极加坡出来 那为什么你当初会想要自己说 好 我来当制作人来做一个戏 因为可能就是当演员当久了 然后呢 常常就拍一些戏就觉得说 为什么那个道具不能再好一点 为什么剧本可以再收好一点 也就觉得会留下很多遗憾 那就想如果自己可以去尝试看看 是否能够把这个一个戏剧的东西 给做得好一点这样子 所以你后来觉得拍戏当制作人 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或者是 最难呢 找钱比较难还是找女主角 其实找钱还好 因为找到了很好的演员之后 钱就不是问题了 钱就一直进来了 对… 但就是我觉得档期最难了 尤其是我们这部戏呢 其实有很多 卡丝阵容非常坚强 大家都很忙 要瞧在一起 对 很多朋友都来帮忙 对 譬如说 来一场星光大道的戏 然后呢 瞧老半天大家都要来 然后呢 突然间 下雨 那就什么都没了 又要重新再瞧一次 然后要轮个跟他们讲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让你推了那个通告过来 然后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然后基本上呢 我觉得 当文制作人之后呢 我就下一步就可以当 然后我就 可能 就会发现说 艺人有很多的那个 我们讲Mega 就是他有很多 他自己的喜好不一样 或者是每个人要跟他 谈事情的态度也要不一样 对不对 因为还好啊 因为其实我 因为本身我自己就不是一个 跟人家讲话会 一定要很硬的那种人 因为我觉得 什么事情都讲道理嘛 对 然后呢 艺人又是一个那么 明理的人 对 那么明理的人 对 所以呢 对啊 跟他聊一聊 基本上我觉得 他都很配合 对啊 所以其实这一次 我知道有很多的 好的这些演员们 卡斯加入 都是因为 同时也迈何润东的面子 对不对 是 所以啊 如果这次 如果收视率不好啊 我要从台北跪算盘 跪到北京 跪到哪里 因为好多朋友 一起来参与演出 所以大S 所以一定要好啊 谢谢 对 所以一定要好 因为我到大S 自己的时间非常忙 然后要拍电影 然后要做很多其他的工作 但是为了这部戏 你那时候是特别 空出一段的时间 专门就让Peter来使用 在泡沫之下 而且我是完完全全 就没有搭任何的戏 然后很专心的 我看完这个小说 决定要演之后呢 就非常专注在这个戏上 然后常常我就会问他 就是什么地方 他会怎么设计 包括他想要找什么人 演什么角色 然后就会常常问他 很多很多他的进度 跟细节 然后就变成一个 互相追杀的一个游戏 就有一种要互相 逼死对方的一个开始 这样子刚好 互相好还要更好 就会让这个戏 非常的完整 对不对 可是我们刚刚开头的时候 是开玩笑讲说 何润东是欣赏大S 所以找他做女主角 这是不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其实不是啦 不是吗 因为我们大家都一直觉得说 你一定是利用 制作人的这个工职 然后私底下 多多有跟他相处的时间 但如果是因为这样子 现在还不是在一起的话 那我们就很失败 所以我刚刚私底下 通通问他 你后来有没有把它戏删掉 没有啦 当初为什么想找大S 到你的戏的女主角 我觉得我们泡沫之下是根据 内地一个非常非常畅销的 一个小说改编的 是 然后我看了之后 其实那个女主角就是大S 真的是我觉得没有其他人了 对 所以我就 第一个就跟大S聊 然后他看了他也觉得 根本就在写它 所以我们就很像刚才讲 互相追杀对方 然后就一直希望说 可以把这个戏打造成 最棒最棒的现在一个偶像剧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明小夕的作品 然后它的作品就跟我们以前 好像看穷瑶式的爱情小说 有点类似 对 就比较浓烈的 张力很足的 还有重点是它的台词 自成一格 就比较不像是非常写实的 一个偶像剧 它就是台词方面 它有自己的一个文学风格 对 所以其实演起来也很有挑战性 因为这个女主角 基本上经历了很多的 情绪上的大大小小的起伏 对不对 超惨的 就我此生看过最惨的剧情跟桥段 都出现在我现在演的这个角色上面 而且再加上有那么悲惨的经历 但是还是要有一个 那么纯真的一个外貌 但是又四十眼睛里面 要透露那种复杂性 所以我觉得根本是 找不到另外一个比达的 是更适合的 所以要感觉很光鲜 然后很纯真 可是她的内心却很复杂 她的内心就是很复杂 可是充满了 就很有火 可是她的表情跟眼神很冰冷 很淡定 所以比如说 因为以前我们看琼瑶 都会有一些经典的台词 对不对 你们这里面有没有 你觉得那个台词念起来 很过瘾的极具 有很多 就像我常常会对她说 你跟我是不同一个世界的人 你不要像藤蔓一样 纠缠着我 那何任东记不记得 里面你自己觉得 讲出来很像那种 就是故事书里面 男主角有的对白 其实我记得的都是 S的对白 我觉得经典的很多 有另外一句 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 只是靠眼泪来 向对方博取同听听 一旦有一天 你眼泪的功效失效 你怎么去保护你身边所有爱的人 对 她就 好多好多 好长好复杂 对 所以这次演的戏 跟你以往的是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对不对 完全不一样 因为她从她的文学方面 已经是有一个风格了 那我们要把它拍成戏 要保留她原著的风格 但是又要观众看的时候 不会觉得 为什么他们用的文字 是另外一个事情 文络络像古代人 因为明明就是一个 现代的偶像剧情 对 所以其实我们就必须要营造说 营造出来就是 在那个状况之下 这个人他自然就一定会讲出那样的话 而不会很牵强 我们等一下有很多精彩对手戏的片段 要给观众朋友看 不过先问一下两位 你们自己觉得印象最深刻 跟彼此的对手戏是哪一场 好多 好多 你有仇恨的眼神开始看我了 有一场我真的是 有一场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我们在剧中有很多很亲热的画面 比如说他强吻我 或者是小明强吻我 这三个人就很纠葛的 那明明我跟小明演就没事 可是我每次跟Peter演 我就一定会重伤 他就是常常 吻戏应该是嘴巴碰嘴巴 然后他常常是用 鼻子来碰我的鼻子 然后他的鼻子很硬 然后每次拍完一个摄影 然后我都热泪盈眶 然后就觉得 热泪盈眶都觉得我是不是流鼻血 对 然后就觉得流鼻血了 然后就觉得 哇 怎么好像拍打戏 这样的感觉 然后我就会跟他讲说 等一下我们如果再来一次的话 你会从什么角度来 因为这样我闪的要好躲 对 就变成要套招 你知道吗 好像拍打戏一样要套招 就要先套好 要不然的话就是 有时候他的头又会再撞到我的鼻子 或下巴或什么的 就会变得很激动的 很激动 然后我记得有一场 最后一场戏是 一个很 应该是很浪漫 我要跟他告白说 我此生就是你了 的一个很激烈的戏 然后我们两个叫 很浪漫的接吻 感人的 对 然后就要360度的大环绕 大旋转 然后 哇 角度一直这样 没有抓住你知道吗 然后又很热 就是角度会一直挡到对方 是不是 对 然后就是 他要往左 我要往右的时候 他也往右 然后两边 对 OK OK 可是应该是要交叉 对 然后那个我就说 那不然这样子好 我手会搭在他肩上 对 我说我点你的时候 我们就换一个角度 好浪漫喔 好浪漫 很不浪漫啊 因为明明就是要很浪漫 结果因为你们两个 一直没有什么默契 对 其实我们在这里 哭得死去火来 但是那个手指在 对 还在点 现在点是要左边 还是要右边 因为我哭得很惨 但是有时候你鼻子也不受控制 鼻涕一定会跟着眼泪出来 然后就不小心就开始出来了 是 然后我讲完那句台词 我们剧本就没好 我要上去问了 然后我一哭得这样子 然后S又不好意思打断我 他哭得那么惨 对 那我要上去了 我看到他眼神那种 然后我才意识到 Oh sh** 对 不行